对 反正好来吧 今天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困 三点多起床了 然后醒了又睡了一觉 抱歉抱歉 来晚了 我睡了14个小时 谢谢小二病干的小龙 睡了晚上就是吃完饭就睡了 嗯 哎呀晚一下 谢谢波罗的意思 我不是才睡醒 下午三点钟就醒了 醒了以后然后 那个 工作了一会 工作了一会以后 吃了口饭 吃了口饭以后就又 困了 就困得睁不开眼 然后就又睡了一会 嗯 晚上好 是 是 可能是昨天起来太早了 谢谢小月的去飞 可能是昨天 昨天没休息好 是不是很小吗 昨天感到点累 嗯 嗯 是 今天不知道几点 先 握耳朵地主一会儿玩那个什么 谢谢他到第一女朋友一三一次 玩那个 玩会儿 玩点把狼人杀网杀 然后再玩会儿那个什么 把那个 实验模拟器给他玩完 嗯 嗓子哑 咳 这两天已经在吃药了 这两天已经在吃药了 今天是23号明天 谢谢 谢谢桃桃第一女朋友一的520 明天 明天可能要去那啥 明天可能要去 呃 玩两件衣衣的去 声音没咋回事 就是累了 就是有点累了 就这两天说话说多的 没感冒 嗯 是这个呢 哎呀 玩一下啊 精神精神 谢谢小先生的告白的嘛 是 是陆杰网还得说 哎呀 陆杰网 工作还要挺 有 8289人去 因为这周不补去大圣赛了吗 然后我明天得去 好多事 谢谢小月的520 谢谢小安的 小杜卡 明天我得去补身份证 然后明天得去把那个笔记本电脑修了 因为 明天后天 后天不知道去那个什么吗 后天不知道去上海 在上海 OB大事赛嘛 所以说我还得提前把那个电脑给弄了 但是估计上面那也补不出来 也得补几天 谢谢潮汐只有小杜卡 行 谢谢苗苗的1314 谢谢半半能话数 谢谢佳慧熊的520 谢谢涛涛第一女朋友的520 陆姐妹就戴这个眼镜吗 别戴那个墨镜了 行 行 谢谢小杏昊的520 那我明天去买一个新墨镜 去上海不带王仁旭 带那谁 带那个 带那个 呃 金运 那头发帘是不是这太短了 需要辛苦大部分 玩谁吗你先晚点玩 大事赛八号这就是不知道啊 这周都不是我了我就没关注是谁了 我就没问了 烫个刘海我不烫 烫完头会很麻烦的 我来着他 我来着他 这件衣服是 翻出来的就给拿出来穿 这件衣服是 翻出来的就给拿出来穿 这件衣服也没穿 剩下有的衣服都已经都 该给人给人 穿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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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穿上了 谢谢 谢谢可可的一下一次 谢谢茄子们 斗地主啊 谢谢闪闪的四足五二零 斗地主我斗完地主那个 狼人杀九人爵 狼人杀九人爵 我把名字改了这回就行了 不用问了吧 好久没玩吗没有吧 我很久没玩 狼人杀九人爵了吗 CML520 我估计也就半个月最多了 谢谢茄茄子的523 523是什么 no 没事 这个歌叫潮喜吧 潮喜 今天还是玩一下 压斗的吗 我靠 闪闪亮亮的钻石舞 钻石舞的这种 玩家他不会给点什么 这种奖励什么的吗 没有奖励吗 谢谢潮喜的魔法书 对就是这个潮喜 我知道 有点改变 五连麦组也赢 从下把我在定有没有 我下把在定有没有 不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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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地主 五成 不想 不加倍 不加倍 这把什么 这把应该是输了 要是算 但是 我肯定不能从这把这把这把 这把这把 这把牌应该是完了吧 三大一队 不 怎么我有一种错觉 我有可能还能能赢呢 我把这个三个圈 三大一队 我剩下两张牌了 小心点 是错觉吗 小王 他不会以为我有对吧 漂亮 漂亮 你 过 过 三大一 妹妹有没有炸弹啊 四个五 不会他有四个二吧 完了 炸弹 那他肯定是四个二了 pass 2 那我赢了 大王 哎哟 谁说我排不好就不能赢啊 哎哟 认真点玩啊 今天争取 上个白银 不是上个白银 上个钻石 4吧 谢谢二六一十二的一三一四 钻石四不过分吧 钻石四不过分吧 不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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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加倍 加倍 超级加倍 跟着队友走 对四 天天能喝酒 对圈 咋打 不要 pass 三大一 大你 滚上 我还是五连生怎么办啊 我还是五连生怎么办啊 来 一杯 交杯酒 什么意思 他什么意思啊 干嘛 干嘛呀 哎漂亮 我兄弟帮我打他 打蛋 你干嘛 这个人输不起 我要是五连胜怎么办啊 我想问问 刚才你们都说五连败了 我穿JK 我五连胜呢 五连胜你给我买JK 我用你给我买JK 我用你给我买JK 行 我看见了啊 清卵是我的啊 五连胜刷火牙一号 行 你这火牙一号 我提前谢谢你了 我收了 弹幕群中一眼就捉中了那个唯一的火牙一号 我 我 我 怎么感觉这把啊 他还说话还挺好听 飞机 一 一 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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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代一 我让你们看一看认真的我 有多可怕 玩归玩闹归闹啊 别拿斗地主输赢开玩笑啊 这把应该还行吧 四五六七八九 五成 不想 不假被 死得 你吗 老妹啊 你天赋一饼啊 你是不是钻石以上的水平啊 薄金二你早晚得上钻石啊 炸弹 炸弹 不要 老妹你想要什么 老妹不要四 老妹要对 漂亮 谢谢亮亮的一三一四 这么的吧这么的啊 我一天哎你我问我想问一下直播间观众我一天是不是有一次八八八的机会啊 这个是咱们这个直播间的潜规则吧 有吧 我上把输了那个我八八八 然后现在就算四连胜了好不好 就我把上把输了那个八八八了 不让输了吗 那你这不是那我能挖完完不是没没没用上吗 我不是每天有一个八八八吗 我不是每天有一个八八吗 你们没有八八 我的直播间只有我也有每天有一次八八 哎无所谓无所谓不要八八八了 不要八八八不是就像我不能赢是咋地的 不还是得五连胜呢 这老妹我看他超级加倍 他想出队那我能随着他的心意吗 我队友肯定有炸 谢谢亮亮三一四 兄弟你就走 这把二连胜我拿定了 来兄弟你继续放胆 你就放胆 恶心的 谢谢听到的亮度一三一四 谢谢白羊做的白羊 那我想问问还有我怎么做的白羊吗 竟然两连我不是等我纳了个妹的我两连胜至于你还打了个竟然两连胜还给我加了四个感叹号 我一个成天五六连胜的主播现在两连胜是让你感觉都惊讶了吗 那我这把让你看个三连胜 你出老妹 我先让你走一手你13张牌 你别走了 你走个没完没了了是吗 来 我都不信了我就不信他是四个三 不要 Bee 小王 过 打就二ayan牌了 小心点 炸弹 pas 我要 我 2 pass PASS 掛 謝謝盧悠悠最難的學位 謝謝老伯怎麼沒有寫號了 謝謝劉俊俊最難的鷹鵝之王 謝謝鷹鵝之王 我在生氣啊 這把應該能贏的 沒打好 謝謝劉俊俊最難的鷹鵝之王 鷹鵝之王 兄弟有小炸嗎 小炸就炸他一炸吧 你不炸他一炸他感覺有點要 爆炸 行 他要炸你 你再飛他一手行嗎 這把我就靠撫營了 不能讓他電牌 啊 啊 這他媽不升星 上鑽石升一星這麼難嗎 這樣吧 這樣吧 今天 今天是一個特殊的日子 是523 所以說 加上我昨天並沒有用過八八八的計 我今天用兩把八八八可以 我上把用一把八八八 上上上把用一把八八八 這樣的話我現在就是五連勝 現在就是五連勝 不行是嗎 不行嗎 不行算了 不行來了 不行 我靠自己 我靠自己 我靠自己贏 我贏得讓你們到處心服口服 讓你們服服 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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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 你別出來 炸彈 炸彈 不要 炸彈 你还满手炸呀 我不信来 我看你这四张牌还能是在 炸彈 不能复回 炸彈 我这把必须得赢 我不赢的话 我这个白赢这么多 那啥了 就很难受 这把我无论如何 我凭上我自己的身家性命 我也得赢 我不可能输 因为我接受不了输 哎我点错了 给你 你不会超级加倍吧 不加倍 那你死吧 三 带一对 不要 炸彈 看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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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 会懂放胆吗 三带一 三带一 破 管上 炸弹 你 炸弹 你有四个圈吗 完了吗 你没有四个圈 这人不剩四个圈 他预取预求了吗 不要 别要 小心点 我还得复活 我从转位得复活 不能掉 这个新人可不能掉 哎呀 没吓死他呀 没吓死他 哎呦 洗死我了 几人败了 哎呦 你们别 别扫我这个账号啊 算了 拿这边扫 哎 这个是新亚的一把 还是刚才那把 我要 这是要结算 还是没结算 对吧 现在是几年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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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那个最后再玩一把 斗地主 然后咱们就去 拉人茶了 挺多观众也着急 想看 拉人茶 挺长时间没玩 拉人茶 九人菊了 然后 再玩一把吧 咱们再玩一把 再玩一把 都地主 行吧 最后再玩一把 我这把难吃 我把头给你们 来 我玩五十把 不加倍 不加倍 对十 不加倍 挂 第阴 炸弹 不要 炸弹 他能有王炸吗 场面上能有王炸吗 一定败 咱们把一点 挂 三代一 你 你 怕 煎 你 李 小王 來,新王,四個王,王中王 讓你們看一看,三顆星 幾連勝了,現在幾連勝了 離五連勝還有多遠 才一連勝 再打個一兩碼就走了 就是到八點半吧,八點半咱們去藍石塔 八點半吧 幾連勝?我想問問剛才是幾連勝 你們見過二連勝嗎? 不叫我不叫 超級加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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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加倍 三打一 管上 過 你管上誰印你呀 炸彈 你脾氣還挺不好你 你管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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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炸彈的 嗯? 你還有一炸,你難不難受 你都出不去 你最後這一炸 歡迎 征許啊,咱們在這個 8點半之前再升 一顆星到兩顆星 也是比較容易嗎?也是比較容易的 懂嗎? 我点错了 我点错了 咋的呀你是我水友啊 感觉帮我玩呢 我试探他一下他是不是真帮我玩 我看看他是不是真心实意的帮我玩 他剩三张牌的他不就狗屁炸都没有了吗 他在这给我挣扎呢老四个 我对K来考验你一下 我一样一样牌了 我一样一样牌了 我一样二 一样牌 你 1 2 2 3 3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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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6 6 5 6 6 他总不能炸对手吧 3个2给我下来 没有3个2就得下炸了 他最后这张牌 他应该是 我不让他出 出个2勾大王 行 啊 他应该是3代2 我都不用想了他应该是3代2 我只要不出3代2 漂亮 赢不赢 我再忍他一手 他有可能有4个10 4个6次此刻较低 走 这不熟悉 来 还能打100 我给你入了 什么就一胜了真棒 之前还有三连胜呢 你没看见哪 哦 我又盯14了 我再给你把我盯14了 等会玩儿都地主 你不用等会儿了 这把牌 哎呦这把牌 其实还行呢 想敌主 不强 成北级 超级加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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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打一队 打你 他肯定打我 他肯定打他 这个人压抑不住自己 你看见吗 我就感受到他着急出牌了 但是 我不会让他出牌的 就这4个圈 他们谁都管不起 咱们从对儿开始捋他们 这人又着急出牌 他又着急出牌 来 他下了两炸他什么正经牌没下 我看看他能有什么牌 能让他如此着急 完了 最近还有一炸 我炸他一手吧 我堵一手他 我又到倾气 拌卸 四个狗 我拿两张牌了 小心点 炸弹 哎呦这俩人牌 真的挺不错啊 真的 挺难得两个人牌头这么好啊 旗鼓相当的对手 是吧 唉 也行 没五连败 虽然没五连胜 但我也没五连败 可以接受的一个结果 可以接受 这不可以接受吗 开个上电视 开个上电视 还有帽子 什么时候穿JK 那就得等我什么时候五连败了 我先看看我那个天天蓝莎更新没有 天天蓝莎应该需要更新了 我得先更新一下 哦 我开的不是重粉吗 我开错了 我以为我开的是重粉 我不玩巅峰狼人吗 我肯定不玩巅峰狼人啊 巅峰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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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巅峰狼人没找我玩 巅峰狼人没有找我玩 我靠 我对面居然是打的是 界限呀 界限在吗 这不是我们 影视之间的对决吗 谢谢老婆没信号了 谢谢杨雅雅 动人的旋律 是因为你好 谢谢杨雅 谢谢霸琪 谢谢KK 谢谢霸琪 是五千个小星星 密室什么时候下个月 下个月开始 他在密室真的华贵吗 什么意思 什么华贵啊 哎呦 别听那些东西 别听那些东西 那都是造谣的 那密室还说 我是嘴强王者呢 我还能真是个嘴强王者呀 对吧 咱们一定要不信谣 不传谣好不好 好不好 听我的听哥哥一句话 别信谣别传谣 最长的电影 听动人的旋律 是因为你和我 随你到下个世纪 那些动人的旋律 玩老人傻呀 你的风景 最长的电影 听动人的旋律 你都都没得起你 那些 九人局 谢谢大家的小信息 中间蒙你去玩啊 玩玩老人傻 玩老人傻就玩两把吧 玩玩玩老人傻就玩 那个 模拟器 因为也不能一直玩老人傻 这平常也没玩的 我先连个WIP 谢谢羊羊 小海神 行我小海神 我都不说话 我直在不行 我开个摄像头 我跟那帮人 要不打手语 行不行 我跟狼队友 夜里面打手语 为什么怎么打不开呀 谢谢李力 谢谢刘家最奶 谢谢杨杨 等一下我得看看我这个WiFi 重新连一下 太长时间不玩这个狼人杀网人杀了 怎么连这个投屏怎么有点不好用 谢谢小五开童的见识 恭喜 你你你你 我看看 我看了我的WiFi 哎 等一下等一下 不是我这游戏都新来了我这投屏没找着啊 谢谢KK 不是我得安静一下这个投屏 先把这个 我怎么先玩啊 喂 哈喽 哈喽 哎 兄弟 哈喽 这四号是不回来了呗 没事你别再担心我带你啊 我是狼人杀天王 小天王 狼人杀周杰伦 嗯 嗯 那你过来给我搬回来呀 这位也没什么好发言的虽然太一个面角了 但我感觉我不好震 怎么办呢这把呀得等我一下得得那个什么得 金运虾把这个入伏器搬出去了我现在入伏器和这个电脑不是一个网络我看见了我看没信了 我得重新弄一下 得重新弄一下 其实也主要是听发言的 听后面的发言吧 手指未发言 因为平台页 我跟 我跟你们说一下吧 我跟女人家长好吧 现在发言的是五号是个好人 我是一号我是个狼 三是我的狼队友 四是狼队友 二是饮水 断魂王也得板呢 那他为啥给拿出去干啥去啊 我这边得拨这个狼队友肠肯定得用啊 我这边得拨这个狼队友肯定得用啊 真难真难哎呀这有啥不信的呀 我还能骗你们呀 四号发言 我这边是两个好人排 这个人发言是我狼队友 这就是冤家的词好吧 前面活你活你活你 这个二只要不是冤家就行 二是冤家 一样我是狼还是饮水我就死定了 只要他不是冤家我就行了 我怕在我这一般吧 一般 为什么说一般呢 感觉有点急于飙水 好吧 三号还是我的狼队友 所以说不会担心他起跳冤家 他不可能跳冤家 因为他是我狼队友 三号发言了 现在就是假装不说话 假装玩游戏 不说话 混过点 只要你不是冤家 这个 就是我的天下 不是我的声音 是这个 对我的声音 三号也让同人排 不是冤家 听冤家正常发言 前面听的四号五号 四号打了五号 听明白了吧 这三号牌不是冤家吧 这能证明他是我队友 没骗你们吗 我这把这个可能得快过去 过去有些人把他网端了 哎 什么第一号 对吧 前面四五没人起跳 我 但是前面四五 我听到都还行 还行 这个狼队都断不了 好吧 三号还好 冤家正常起跳 这人不是冤家就行 二号 好吧 不要跟我说 三四五都不开狼啊 对吧 那狼人也 也有可能 狼人都开在有时候 对吗 别打过 狼人都开在一别的局 嗯 冤家没出来啊 没信息好吧 一号呗 只有这张一号牌才容易给人 我是一号 二号是银水 三四手狼队呃 我现在直接要起跳了 因为我都没人保 我再盘不出 好吧 错了吧 呃 一号牌发影啊 一号牌底牌是一张鱼严家牌 然后昨天验的是对这位的这个六号牌 是让查杀牌 然后 就没什么原因吧 因为我自己吃个冰角味嘛 我对下来对这位就是冰角味 然后是让老人牌 前这位这个 二三四五都很混很滑 我觉得可能相比这下二号牌反而能更好点吧 三四五都 就是让我抱有怀疑的态度 但是无所谓 因为 我验出了一匹狼吗 今天就出这个狼 就完事了 然后这个第一天平安夜 我今天晚上也会倒牌 就 能力于此吧 就坐到这儿帮你们找那一匹狼 六号牌是我的 查杀狼人牌 啊好狼牌 这一号给六号发查杀 验人其实有点奇怪 一般不都验 就 左边不都一般验五号吗 那验六号查杀的话 就别的 那如果六号是杀狼 那怎么排弄二三四五 都没能跳 那那你要排三张狼 那你只能排六七八 现在是九号发言 那你要排一号是杀狼 那也得是一七八 为什么 那他我自己是张好人 他怎么就 卷确查杀到一家吧 那只能说七八太郎 对吧 嗯 可以了 我过了 马上给你们弄 等我发这张言 我看看我能不能数 六号金水 我在右边 然后我这边脚位 六号好吧 吃个精水牌 完了 然后那个 今天就是一八的轮次啊 不要说有查杀走查杀 然后对话你们全场好人啊 我那个狼人 不要走这个场上 就是一号 八号的局 这个六不能是个女吧 但是他盘了一下 我虽然说我没听懂 他盘的是什么逻辑 但是我觉得他的那个位置 一号不给他一个身份定义 他能说成这个样子 我觉得还行 还可以好吧 五号 三四 四打五 嗯 怎么说呢 哎 五号我觉得能弄半个好 好吧 能弄半个好 他翻不着也好吧 应该是 虽然说聊的有点多啊 也没什么营养 一会得把网线查的漏气了 拿个拿轮盘 这么做 我一会儿给你来一个 高速潮 确实犯不着 就六号我搞了一八的人吃啊 拜托各位啊 一八的人吃 听听 听完七和六发言以后 然后那个 我我我端一下网 然后好投屏 端网几十秒 然后投屏 好吧 先听六号表水好吧 这怎么可能一八的局 如果六号 没身份肯定先出六号啊 如果六号能拍出身份的话 就出一号嘛是吧 这八号发言有点炸 我听他说 怎么 全场好人听我说 全场狼人听我说 感觉有点爆炸好吧 但先 先暂时我先转 站边这个一号好吧 然后看六号的表水 然后前四位发言的话 感觉三号应该是个没身份的牌吧 我感觉他 这个还得玩其他游戏 四五反正我觉得肯定 至少开狼吧 其他的发言没什么 不是我队友 这六号发言 六号这里一张女巫牌好吧 第一天刀口在这张二号牌 别说我莫只为挑张女巫牌 好吧 我就这么跟你聊 六号牌但凡是匹狼 对吧 我只为二三四五 没有我的狼队友 七应该吃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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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号牌嘛对吧 六号牌但还是知道他们哪去 我你妈还真查到女巫了 哎呦 今天一般里面出好吧 就我想看到全票型出这张一好吧 就这张一号牌不敢去定义这张五 不敢去定义这张九 对吧 就就来摸我这张六号牌对吧 六号牌一张女巫牌对吧 三张狼狼牌可以把票挂在这张八号牌头上 好吧 就你觉得你手上拿的是一张女巫牌的 你也可以挂在这张八号牌头上好吧 晚上我傻毒谁挂这张八号牌 我毒谁好吧 今天我要看到全票型出这张一号牌 这么刚 好吧 过了 我没看人呀 但是我这他妈的一个网杀 我还能咋的 哎我还能抿出来她是女巫啊 你还以为我真有罐啊 我就投她怎么了 跳女巫我就不投她了 我队友三号牌投了一手八 我投一手六 这你们也看见了那三号牌应该是个女巫牌 就六号牌在墨这位去跳女巫 然后我能理解所有好人在这个位置去站错边出我吧 因为六号牌还挺会玩在墨这位跳女巫 那三号牌应该是个真女巫 那三号牌你晚上把这个六毒了吧 还能咋办呢 就其他的好人你们白冤家投了 然后我是觉得 哎 三号牌其实你更好的方式刚才是应该就藏下来 因为你现在这么弄的话 就狼队其实在墨这边跳女巫就是为了找你 然后现在给你找出来了 我们还剩一张神牌 有点不好打吧 没办法 那也没办法 so 怪我吧 九号牌我跟你对过话 那可能怪我吧 因为我没想到这个发言顺序 6号牌是在墨这位发言 那我夜里面验人的时候 那我只能我点了他就是点了他 不存在说是你说什么应该验谁应该验谁 没有什么应该验谁 我是个冤家我想验谁就验谁 那只是说这一局随即的发言顺序造成了 6号牌在墨这位发言 那你是不可以这么一想啊 我要但凡是个狼 6号牌在墨这位最墨这位发言 那我汉跳为什么给他发啥啥 我图啥呢 我让他在墨这位归票吗 那他不是想跳什么就跳什么吗 就机缘巧合造成了我出局 我能理解好人犯错误吧 就没什么别的了 就晚上三七八六读了吧 天黑请别 行了你那边吧 退不用不用退不用退 然后大家数一下 应该是十秒左右 我就能快速的把这几个线换了 等我一下 等我一下 你们是真是现在就开始数啊 从断往以后数十秒 是不是有点数早了 咱能不能从断往以后开始数 别数别数等一会儿等会儿 等会儿再数行不行 天亮 这跟我们没什么关系 这跟我们没什么关系呢 而且就发现挺硬气的 所以就头这样子 三六死了 然后这样三挂两六 现在发言的是我那个倒沟狼队友 这把倒水都不知道 这把 我这样子也没有关系 对我来说 我看到了 我的天啊 我已经有给你 那个天啊 我给你带气 那天啊 我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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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学习 好吗 我来说 我来说 这次,我听不出来,我上轮票行没怎么看,我是出了这张衣的,我认这张六号,是个女巫,她那个发言,毕竟你六八两张牌, 六八两张牌,起来的话,一号,一主要一, 六号查杀,专门发了个六号查杀,其实七九的发言在我这里听起来也还行哦,听你八号吧,听你八号吧,反正我这边五号这里不会呛, 嗯,你要又,因为四号先发言的嘛,我不知道二号发过也没有,嗯,诶,女巫上是把饮水爆的谁啊,声音太大了嘛,那等会儿讲语。 我去把这五号出了好吧,发什么言呢,然后,我说一下,六号不是爆灯后饮水吗,然后它是, 滚退了,我头皮一直闪是啥意思啊,我怎么头皮闪闪是什么意思,提示你洗头。 什么叫头皮闪,啊,头皮啊。 请看牌。 这本是买了个冤家。 天黑,请闭眼。 我猜我们两个又是狼。 到右边吧,到右边吧。 谁没有两个,你是刚才跟我一起玩的吗? 没有没有,我跟,我跟九号,我跟九个。 那我跟九刚刚都是狼。 你俩是不是刚才是狼是数了呀? 银子啊。 啊,行。 到右边吧,我上把才起跳的,我这把不跳的。 这把我跳行不行? 可以,没有问题。 那你俩,你俩能不能别倒勾? OK,OK,绝对不倒勾。 别倒六啊,倒六怎么跳啊? 倒二,倒六,倒六,跳不了啊。 。 怎么呢?我是带团队的义员家。 我是义员家Leader。 怎么了? 什么左上角? 这个? 党身份呢? 细啊,细。 哦,七号第一个发言啊。 哦,七号底牌是个冤家牌。 昨天晚上咽着个六,六是个金水。 然后,平安夜,咽个六金水,现在就只能等着狼汉跳了。 然后,出那个对跳狼,就别的,就没什么能帮到大家的。 因为第一个发言,我也没办法去点评前之位的别人发言,好坏。 我只能给大家提供一个信息,就是六金水。 嗯,那我过了。 然后,如果说后面有狼人汉跳的话,就出那个汉跳狼人牌就行了。 就,女巫要不要起来抱盐水什么这些东西,就女巫来自己判定吧。 因为我也掌握不好那个尺度,我也不知道今天, 适不适合我出来跳。 所以说,就,你们就跟着自己的这个, 能力去玩吧。 我只能给你们提供一个信息,六金水。 不能是冤家吧。 这边是一张好人牌啊。 嗯,他气给我发金水。 这怎么能不跟我走啊。 是一张好,但是,该不该信这个气啊。 你这个不信我,你怎么信谁啊。 那八九要上扛推的呀,好吧。 我听一下八九的发言再听吧。 嗯,他第一个发言。 他,他有可能是给好人发一张, 金水博一下另一度, 但也有可能是一张真欲。 好吧,就平安夜嘛。 再看一下吧,好吧。 六是一张好人, 如果单边欲,那就发几张可以了。 你,姐姐你讲讲。 一号是我的金水牌。 你遇过, 我不知道七号你是什么身份。 什么坎儿。 我给六号发了一个金水牌。 但是,你并没有说是给谁一个茶沙。 可能你, 但是你也不是在边角位啊。 你在边角位的话, 你跳一个狼, 跳一个预言家。 他不可能长这样。 力度比这大一些吧, 对不对。 没有谁会说, 感觉他还行。 一号是我的金水牌。 我输了。 嗯, 你赢了。 二三四, 出一狼吧。 你赢个屁, 你赢什么玩意, 头死你, 头死你。 七如果是定狼,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 我不知道他是一张什么牌啊。 但感觉就是, 他应该是一张狼人牌。 但是我觉得他站在他这个位置, 为什么会跳呢? 等一下我加个岩石卡。 他给六一个金水牌。 八九的身份。 不太懂, 没有懂他的这个。 我会不会被他给跳死啊? 他这新手光环怎么能给我跳死啊? 然后, 看你们自己吧。 2、3、4、7。 我不知道他是定狼, 还是什么? 还是一张, 那个什么, 屏名。 随便乱跳的。 不懂。 依得我金水, 依我金水, 好吗? 也是卡啦呀。 你应该就踩死这个, 这个几啊? 七号是吧? 你应该踩死他呀 对吧 这九人局啊 他跟你对跳 没有什么穿衣服什么什么的 只有是汗跳什么什么 对吧 你应该踩死这个 但是我现在 我我作为我 我看清自己底牌情况下 七给六发金水 五给一发金水 对吧 依然逻辑都有 但是我 我占面谁了 我他们 我我谁也占面不了 好吧 我现在 我是第四个发言 对吧 你个太空人 怎么拍呢 我不是让你 通风吗 五给一发金水 二三四几年 是吧 我他妈 给你头盔 摘下来 我也点了 颜色卡 颜色卡够毒的 我憋死你 七给六发金水 了八个九 经常推 嗯 怎么盘啊 怎么 哎呀 我感觉第一轮次 他妈的 我这个颜色卡浪费了呀 四只上一张 好人排啊 好人排 听一下你们后面 怎么发言吧 太空人是啥意思 我感觉演了冤家 你看了太空人 我都不怎么信 说实话啊 就是判断不了 好吧 判断不了 完全判断不了 这都是金水 我怎么盘呢 牛低碗 牛低碗 肯定不能 不能出来啊 别出来 好吧 然后 盘不了 我完全盘不了 你们想投这投谁吧 好吧 我这让一人好 好人排 今天武器的文次 你姓姓五 叫头七 姓姓七 叫头九 呃 姓七 叫头五 对不起啊 就 好吧 我到这就过了 弄一张好人排 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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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盘不出啥 我想要严实考 但是我没有 你有 我想说的 我说不完 来 跳跳虎 我给你点 我也不知道 自己聊的对不对 但是的话 这个 如果说 你们要我聊逻辑 还是聊听感 如果说要聊逻辑的话 如果说这个七号 预言家发言不好的话 那这个五号牌 直接拿不起预言家牌 是不是这样 是不是 我不知道 这个五号牌 跳了预言家以后 你四号牌 对于他是一种 什么样的看法 好不好 就他这个发言 我不知道 一个 一个和你对调的人 你说你不知道 他盘了半天 你不知道他是什么 谢谢畅畅的 109个小星 那还要逻辑吗 如果要逻辑的话 你五号就直接 拿不起预言家 完 是不是这样 这不是跳跳虎 那如果任两个预言家 不管真假 不管真假 我们都把16人做好人 都把16人做好人的话 那么 我自己是好人啊 2 4 7 8 9 开三栏 你能盘着什么逻辑 我这给点 给点虾仕卡 我以为你能这么扁的 你在这儿跟我 你不会是 今天 你说怎么投 要盘 3 7号发言 行 不好 定律吧 是不是 但是也没有爆点 他如果说要讲逻辑 要讲听感的话 他既聊得不好 但是 也没有什么爆点 是不是 但是这个五号牌 怎么拿预言家牌的 是不是 我这么聊 是不是站边期了 那只能这么聊啊 你们说我站边期的 那我也没办法 你确实站边期 误会你了 兄弟 冲起来 我觉得的话 你这张四号牌 能忍忍他 五号 兄弟冲起来 我觉得 你四号牌的身份 就比他五号牌 还要低 他那种发言 能忍不忍得了 看着头 你们 站边一张牌 然后你这三号牌 我觉得你是暂停啥牌 反而我想点这张四号牌 但是算了 啊 我站这个五号牌边啊 为什么站他边 就像你们说的那样 对吧 这个五号牌都不敢打 这个七号牌 那他为什么要起跳 就这一点 好吧 他都不不敢 把这个七号牌标然打 他为什么要起跳 他是一个后起跳的一张牌 对吧 你如果认为五号牌 是当哪样牌的话 既然他 他起跳的目的 是不是要弹腿 这张七号牌 他为什么不把这张七号牌打死 就很简单一个点 好吧 我会站这个五号牌边 对吧 他发言那么熟的情况下 他为什么还会起跳 对吧 这时候是我 我站五号牌边的耳机 好吧 其实他没有了 这个四号牌 发言很 就在我这边 听感 三四号牌 在我这边 听感都很不好 在山洞里 他在山洞里玩 对吧 你四号牌 就感觉 这样四号牌 就有点 还行吧 装懵 就有点装懵 不敢这样编一张牌 在我这边 在还没有三号牌 还没有发言 就行 还挺够的 但三号牌 发言完言 我觉得三号牌 是我的听上牌 三级在我这边都不好 刚才肯定是冲锋上了 一号谁是真运言家的 你就信我一号 我一号是法师啊 一号是法师 那个七号 话不多 但是该把运言家 该表述的东西 他表述出来了 他也说了 能够给的精准信息 就是六号是啥啥 就够了 做运言家就够了 这五号呢 哎呀 盘了很多 玩意听的也很真诚 说的内容也很多 但是 干货也不是十分多 但他俩都有盘 都有业人的逻辑 也都有道理 但是就我个人而言呢 你是狗屁不懂 你不得 对话的五号 这五号头像是你本人的 要是你本人 我就信 你妈呀 要不是本人 我就不信你了 你个老色痞 你靠头像 真别 这个美女 你就信她吗 美女就不能骗人吗 对不对 我觉得 七号验人 逻辑没有毛病的 他守着为第一个发言 拿到运言家 他能发什么言吗 对不对 他又没验出一个茶杀 我觉得他例如是有的 这个五号居然拿到一个运言家 他为什么不把七号才死 他还很犹豫 对不对 他还怀疑七号是干什么 要跳运言家 那看你就是不自信 对不对 再不明白吗 我觉得七号发言很饱满 为什么不能信他 我站这个七号的编板 那七号是运言家 六号是金水 这是对 一号跳了一个女巫 是不是 那后座五是一个狼吗 刚刚听二发言 二站五是吧 二就是一个狼吗 现在呢 现在好点 跟他一起冲锋的狼吗 冲锋狼吗 对不对 那就是二 五 剩下的就三八里面 开一个容错吗 对不对 我队友是谁 四和九啊 这个太空人 和这个小帽子 什么 你站九号牌 急什么 都开始排南坑了 工作做得很超前啊 什么 七号饱满在哪里 我不知道啊 那你跟我讲 五号牌跳出来干嘛 跳出来送人头 他觉得他命太长 二八 五 二五八 二五八 那九号牌跟七号牌 那你的意思 我八号牌应该是定蓝牌啊 不然这张五号牌 有必要跳吗 对不对 九号牌 会不会聊啊 会不会聊 不会聊去看看个笔记啊 对不对 我你说三八开农村 你应该把我八号牌打死掉啊 八号牌如果 不作为一张狼牌 五号牌 没必要起跳啊 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九号牌 这么着急的拍南坑 急什么 你站七二边 我就站五号边啊 我就要出站七号牌啊 天王老头下来 我就要出站五啊 对不对 九号牌 多看看笔记 你竟然敢站下这边 你就应该把我八号牌 笔记是谁啊 笔记是你个主播吗 不然我还没必要起跳 妈的 我的头线输了 我刚才 我就想 其实我这局现在输赢都无所谓 我就想看看这个一投谁 这个一要是不投这个五 我就知道我是输在他头线上了 我好想啊 你 哎呀那个七号牌发言啊 我看了一下投我的是一二三五八 五号牌是我对跳的 然后 我认为八号牌是让定狼牌 然后八号牌自己把自己身为一张狼人牌的这个理由也盘出来了 就说了七号牌是个冤家 五号牌起跳的原因是为了宝宝吧 因为如果说他们不起跳的话 因为我验了六是金水牌 那八九是在扛退背上的 所以说 然后八号牌也从来没有盘过我的冤家面 所以说因为八是一张狼人牌 哎呀我点张价值卡吧 因为我觉得 我觉得还能玩吧 就是 一二三里面我我我比较纠结的点是因为我是一个冤家 我很自欺欺的听大家发言吗 一号牌说的是什么七号牌发言还行 五号牌发言有一些听不懂的地方 但是他认为五号牌的头像好看 是不是本人 然后以一种老色逼的 老色逼的心理 这个去占别 那我不知道你是一个狼人 故意装成老色逼 还是说你 底子是真是个老色逼 那你要真是个老色逼 那兄弟无所谓 因为一局游戏的输赢 肯定是没有这个 那方面更重要 所以说你如果说是个好人你这么投票我理解你 然后这个 二号牌 其实在我眼里面听发言就是狼面是偏大的 他给出的 尤其是跟爸挺像的就是 五号牌底牌是个狼就没有必要起跳 那夜里面安排就假如说五号牌是一个新手狼人牌 夜里面安排他起跳了 他不会去考虑这个有没有必要他 但是安排他起跳就是想起跳所以说你们用这个理由来去战别五 我觉得 没道理所以我觉得 二号牌是我比较怀疑的张牌然后 三号牌是盘了一堆 东西然后也说了我可能面更大然后最后投我我我不知道 就二三我可能都 有个犹豫吧 没什么别的了 女巫晚上把这个五读了咱们还有机会 希望能赢吧 就 我过了我是一个冤家 然后六手的金水 我认为 五合八是定狼然后 二三开个农错吧 不能八是个女巫反手就给这个九读了吧 我想看一眼八是不是个女巫能把九读了吗 天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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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率是大概率是 我怎么就感觉酒要吃毒啊 酒那个发言也是够烂的 好吧 对我换个头像 我换个头像不就完事的吗 那我那输给他头像我还不能从 从哪接到我从哪爬起来吗 找个小美女 直接就是一眼打动人的那种 漂亮女孩 行不行 就是一眼让人心动那种漂亮女孩 行吗 行吗 不行 不行 这张拍一拍的 拍一拍也不好用啊 哎 这个行吗 这个行吗 谁见着我不说一句小美女 改个名不能叫绑我折死吧 这个名起就不像个男的 就不像个女的 我叫娜娜 不能叫娜娜 叫娜娜 叫娜娜将 那娜娜将相 白酒 焦焦也不行 叫娜娜将吧 娜娜将都有着起 哎哟 哈哈 哎呀我的妈呀 这游戏有这么多人玩吗 怎么什么名都有人起呢 老是哪得换 换名了换完名啥名都不行 但凡像个小姑娘的名全都全都有人用 请看牌 我叫隔壁尼里大哥 哎呀没人点你名看 他们也就看一个你个头线 天黑请闭 叫防打气息 赏人赏人啊 赏人赏人啊兄弟们 不用起票我六任了 抓茬六一张杀把六任了 等麻烦你去打扛勒 对我麻烦来说最有利啊 兄弟你慢点说 兄弟你慢点说 我没听懂 就是我认了 给我六一张刷 你们不要去取笑 我六认了 懂了吧 你们去先推 你认狼 你认狼我也认狼 咱们让八打我们二六双狼 做好他的身份行不行 天亮了 极致吗 你好玩家发言地拍一张好 好人拍一张 刚看到不好意思啊 然后预言家的局 预言家正常起跳 极致吗 这个位置呢 容易接 看三四五六号九号的身份定义 咱一号这边看自己底牌 先打一手自保 不接回头杀 不接回头杀 然后呢 如果有狼给一号丢啥 丢张回头杀是什么玩意 一号呢 这边有个个样建议 打个平票 一号想表一下水 一号这边是张好人拍 你们好人 谁让八一 里路跟他们一起打 那他活该 是张狼牌也可以 没事 该聊的聊出来 该说的说出来 别把想法 回头杀是啥意思 你觉得一号是狼 往前走走走 那你就聊出来 叉叉 一号这边看清自己底牌 确实是张好人拍 愿意正常起跳吧 一号这边呢 精水呢 给的精水 茶沙 我也不敢确定喝 还是不喝 先端着 给的茶沙呢 绝对是不接的 对吧 然后给一号个机会 打个平票 表个水 过了 那就不能正面当面说吗 是有什么 背着野着的吗 那个 一号和九号 都是边角位 好吧 一号是 昨天是我的饮水牌 九号旅屋 旧的一号这张牌 为什么要直接跳呢 哪怕就是说 一号 不是旧的一号 旧的别的牌 我也要跳出来 毕竟我在边角位 六七八都可以 给我定义的 万一六号给我一个茶沙 我再说不清了 对吧 然后的话说 都不知道六七八 是什么牌 那么就是说 一号是我的饮水 放在最后一轮去想 好吧 去考虑它是一个 赌道郎的问题 然后还有 后置位 再跳女巫的 就不用管了 晚上就是说 到我的话 我泼那个假女巫 就可以了 好吧 一号是我的饮水牌 六七八 六七八 来一号 昨晚九号说 她是女巫旧的一号 那么场上有两个神明了 还剩下二分之五 智能的声音 他们的身份 能承受起 不知道已久和我自己的身份 然后 后面 两个狼队友 认狼吗 听了解码 七号发言 七号不是员家 九号跳女巫 一号饮水 那我看清我自己 给牌的话 如果这样六不跳员家 那六包的菜 然后二三四五 六如果不跳员家 那二三四五 应该会跳 嗯 今天员家的局 来 我看看这怎么认了 六号玩跳牌 六四张预言家牌 懂吗 张九跳张牛排 张一号牌 张金水牌 且张一 张六八 张六八 张一 张六八 对不对 那张六八 是警方特别的一张牌 懂吗 但我张六四张牌 我一定可以起跳 给九一张金 懂吗 我张九号牌 张六五八 的力度 你驗人 不是找出了 對狼隊 最好的 戰術方式了嗎 你不執行 他認誰的 他這麼沒跳 他是公交車的 他被查查就愣郎嗎 我還以為他吃些手不就愣郎的 他還是愣郎的體育 5號站排不倒亂 234你們重點聽發言 好吧 就 義務裡面 愣郎估計也是磨邊角味 驗了以後 如果 沒驗到難的話 就234那邊 驗一雜一吧 有大點聲 我這一會兒 過了 一會兒小點聲 又大點聲 你 大家好 是個愣郎 然後 昨天晚上驗了這個 5號是一張金水 就 然後 驗人就是 隨便往下周一驗 剛好5號也是個邊角味 然後 前面聽發言 就是我是 我是 我後面還有23號兩張牌 那應該 沒有狼人跟我起跳了吧 要是有狼人的話 就是我驗的5號是個金水 然後 9號是個女巫給了1號銀水 所以 1號銀水 所以就是 4519 就是 都是 就是可以放下的牌 然後 要是沒有漢跳狼的話 就 我覺得就 6 6 8裡面出吧 就是我前面聽 7號 還可以 你媽7號發言了嗎 他聽7號還行 6 8裡面出 然後要是有漢跳狼的話 就 再出那個漢跳狼 應該是沒有漢跳狼了 對 我是怨家5號金水 好吧 他怎麼就知道沒有漢跳狼 然後說6 8裡面出啊 這張好人牌 但是這2號牌 是個定狼坑啊 你為什麼要到6 8裡面去出啊 是不是 因為1號是銀水 對吧 5號是金水 你是怨家 3號這邊一張平民牌 是不是 那這個2號肯定不能放啊 不可能 左邊一批狼不開吧 右邊開三狼嗎 是吧 678三狼 是吧 678三狼 不太可能吧 所以我想歸票這張2呀 因為 右邊肯定得出一批狼啊 這3號不是狼 知道吧 這樣吧 2三上上上上上2三的輪次吧啊 啊 你們看這頭 2號牌發言啊 那3號牌你這發言不是暴狼了嗎 就 首先我底牌不是一個預言家牌 我認識4號牌是一個位預言家 但在我這個位置可以去排 1是個銀水 5是個金水 4是個預言家 你3是定狼 那你在3那個位置 你不是開視角了嗎 你4號牌跳了個預言家以後 2號牌沒發言 你是不是在你的眼裡面 2號牌有可能起跳一張預言家牌呢 你壓根都沒有盤2號牌起不起跳預言家 直接就說4號牌是個預言家 今天要出這個2號牌 那你3號牌是不是 一張不敢去汗跳 然後想去扛腿好人的狼人牌啊 那你3號牌不是一張鐵狼牌嗎 就出3就完事了 剩下的這個右邊就再出左唄 就左支位一定開一張狼人牌 就是3號牌 那你說今天23輪次 那是23輪次 今天就出你就好了呀 你是一個視角爆炸的寥暴狼 過了 謝謝劉教教最難愛 你們說啥我太厲害了 一會被頭死了 我太厲害了 我他們都很黃的 他不會這個槍給我蹦了吧 你這個預言家已經投我啊 是不是 我這個平民我能帶出一匹狼 我有什麼我 對不對 我我是個名牌 我能帶帶出一匹狼來 對不對 這有有什麼不值得的嗎 對不對 你跟4號這個預言家還在投我 我是真醉了 知道吧 680兩狼了知道吧 跟著這個2號衝我的 所以我後面我不是說了23輪次嘛 對不對 你一個臭平民你在這個 沒關係啊 你把一張名牌走的 對不對 你這個臭平民我走 你這個臭平民我走 我們預言家已經不認了 我找走 找找找那個找解脫 是吧 沒必要 把這種局 好像推局 你說我名牌不做犧牲 那犧牲誰 對不對 還犧牲裡面那些神嗎 是吧 680了 他們衝著我 知道嗎 3P牢已經出來了 我走了 那個排出狼 天黑 請閉眼 雖然他們已經知道我們的身份了 什麼他們就知道了 他們沒知道 你先把四砍了 兄弟 預言家是幾來著 雖然是鐵的 但是經過三號發言 我們三郎已經被認了 你別心虛 你怎麼 心理承受能力這麼差呢 你像我一樣 你別拋棄別放棄 別害怕 別認狼啊 你可別學那個六認狼啊 這怎麼心理素質 這怎麼這麼 你看我當時聽他發言 我就感覺這個人 心理承受能力特別差 他有點扛不住 兩個隊友認狼 天亮了 二號發言啊 這個 昨天4和6刀牌 那就是6是吃毒 然後4是吃刀 我看一下持票感 首先我認為三 就不用說我認為啊 就三一定是個狼走的 就不用聽他的這個 結尾的去發言什麼的 然後一號牌是個飲水 五號牌是個金水 九號牌是個女巫 今天就是七八的輪次嗎 然後咱們去 或者會聽七八的發言 然後 我看看這個發言順序 這個發言順序 應該是七八先發言 九號發言 九號牌 你在那個位置去歸一下 七和八當中一張 我算一下輪次 走了一張狼牌 六號牌 如果說六號牌是個好人走的話 八是兩狼在場 兩狼在場的話 哦 那他們怎麼都贏不了 那就七八順出都可以了 七八順出都可以了 就無論如何狼人已經贏不了了 因為我們是兩神兩名在場 那你就是兩張狼牌 今天的輪次也一定是出狼 就你們狼人可以交牌了 出七出八都行 看你九號牌歸票吧 我一直說出七出八都行 出七出八都行 就是想讓他們幾乎先出七 七出八都行 四號導牌破了戰六號牌 我怎麼能說有一狼在場啊 那他媽 六號牌是跟我一起投三的 第三天的輪式 左邊的話 你們是不是腦子想爆了 六號牌投三的 我他媽打六號牌是個狼 一狼在場 我不是傻命嗎 從他的發言來看的話 一張平民牌 那我不等於是三投出去是個好人嗎 那麼還是兩狼在場 六號牌現在直直毛頭直到七八 六號牌洗不乾淨了 我跟你說 就算今天七八匹配 七八你當反跳一桿槍 你這樣二號牌跑不掉了 我不可能再打這個六號牌 一定是個狼走 就說你聽七八發言吧 好吧 我還是盯著你這樣奧牌 過了 先出七我們就有機會 七你不能吃個牆嗎 因為這四號預言家嘛 五號贏 五號精水 那九號女巫 一號贏水 那七號一個平民 三號我覺得他一張好 那狼坑只剩二六八了呀 如果你告訴我狼三狼 那我也七也是一張狼 那八也是一張狼嗎 你是這樣想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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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號 這二號三 我完全不覺得他是一張好人牌 沒事七八上抗推也行 反正我覺得這樣二 我覺得是二八上抗推 不知道這女巫是要投我 反正我沒看懂 我說這三號牌是我隊友 那我直接幫他 我欺啥票 我還欺票 那票我根本沒看 我只知道我欺票 九號投了我 然後好像四個人投三好不好 反正我只知道二六八三個狼 這是我的狼坑 這一 這一 這一銀水那沒辦法 他那三的話 覺得他一張好 那狼坑只有二六八 如果七號 如果七號你不是槍的話 那麼一號就是鐵槍 如果我死了 到後來如果二和八號都死了 狼還是存在的話 你一號直接 一號如果被 為什麼不覺得一號是個刺刀狼呢 狼本身就知道女巫第一天晚上 絕對會救人 他是我零食刀的呢 你有沒有想過這一點 我覺得一和七號是 你媽比一大一 你是真粉了呀 你們再去盤 作為我來說的話 我死了 一號是我的銀水 對吧 他刺刀的受益在哪裡呢 除非就是一二雙拿 的格式 他才會作為 刺刀的這個形式 要麼就是說 他刺刀跳個預言家 他也沒跳 對不對 所以我就覺得 就不可能了 昨天 破了這個六號 好吧 初二三號這個 三號這張牌 在我的 港關裡面 他已經就說了 對吧 那沒辦法的話 二三PK 作為他是一個狼的話 他不會去二三PK 對吧 我是覺得二號不像 不是三號不像狼 初二七八裡面推 好吧 你們在 他肯定晚上是刀我的 二二六八是綁在一起的 對吧 嗯 你們先聽八 對不對 八號的發言是說一七裡面 對吧 那麼就是說 你是想把二號的一張牌 二號是沒辦法的一張牌 要推七八 因為一號是銀水你打不了 五號是金水你也打不了 九號是女巫你沒辦法 你只能打七八 對不對 你萬一 萬一就說七 你直接打七八 你就叫怎麼推 作為我來說的話 七號不上票的一張牌 也有問題 然後八號就是說 懷疑一七兩張牌 你怎麼沒懷疑二號 一號沒有說推你八號的一張牌 對吧 你二號是要推七八的牌 對不對 那你八號是不是要打死二號這張牌 但是你八號沒有打死八號這張二號這張牌 就有問題了 好吧 除二保證一點 對吧 你們那邊不可能 三號已經報了一個名了 你不可能不出狼 六七八三狼嗎 六七八三狼送他贏 好吧 那你一五兩張牌你再去推 聽那個七八的發言 好吧 一八號這一點 八號一點是保二號的一張牌 這是他的疑點 七號這張牌是沒投票的一張牌 也是他的疑點 對吧 相對來說的話 八號的疑點可能大一點 二六八他會衝票 我是這麼想的 但是判錯了沒辦法 但是我這把想出二號這張牌 好吧 保證一點 對吧 六號 六號是我 是我剖的一張牌 刀口 刀口再擠來著 在四號這張牌 六號是我剖的 一號玩家發言 那你出這張二牛挑出來帶對了 我一號這邊不是一張獵人牌 你這張八號牌猜錯了 有可能這張五號牌是張獵人牌 有可能這張七號牌是張獵人牌 有可能二號這張牌是張獵人牌 但是我一號這邊確實不是一張獵人牌 你不知道一點時候也沒有 就這樣 不是我一號的作風 你聽我一號第一句發言 第一個發言 跟你們聊了七十多秒 不是一分鐘的時間 是七十多秒 我是一張狼牌 發言能力沒有嗎 不會跳獵人家嗎 所以說一號這邊呢 是什麼時候呢 沒必要來抿啊 抿呢 我估計也會抿錯的 然後這局呢 我會跟著牛走過來 因為那個女巫大姐說要歸我 我覺得就沒啥說的了 我就棄票了 因為我覺得可能其他人 加上狼牌一定會衝在我身上 我覺得我一定出局了 我就放棄了 然後九號牌大姐 你自己說了 你覺得七號牌 棄票有一點 你覺得八號牌不打我二 去打一七有一點 那是不是八號牌 身份要比我更低呢 那七號牌 是不是值得懷疑呢 那你說我二號牌 不去打一五去打七八 那你自己不也是 覺得七八像狼嗎 那一號牌是隐水 我憑什麼打人家呢 五號牌是隐水 我憑什麼打人家呢 那在我的世界裡面 是不是應該是打七八呢 那我不知道為什麼你能 用這麼個理由來去 在位置位去歸我 而不歸在七八身上 所以說 就挺無奈的吧 那能咋辦呢 你是女巫 就聽你的唄 我底牌是個平民牌 你今天把我頭死了 晚上他們看你一刀 明天推著這個七或者八 他們還有一刀 你看看怎麼辦呀 天黑請閉眼 其實還有幾位啊 推七能贏的 推七能贏的 就看這個八能不能打得到七呀 八會能 會打七嗎 八敢打七嗎 八是不是個菜謎啊 天亮了 其實他扛推一刀七不就贏了嗎 扛推一個七 然後隨便卡一刀就贏了 如果七八兩郎綁票說一下啊 如果七八兩郎沒綁票的話 那證明愛好這張牌十張老人牌 等下聽你七八怎麼聊 一號這邊呢 確實十張獵人牌 我也不藏著 我也不噎著啊 這局該跳的時候 我會跳出來 不到我跳的時候 我不會跳的啊 然後畢竟是到了決賽區嘛 所以一號這邊不會藏著 不會噎著 這局呢是在七八裡面出 等下聽你七八怎麼聊 如果你七八兩郎綁票了 可以 出一也行 兄弟你能不能逆分關牌就看不及了 過來 你能不能成熟點 八號牌鐵狼一匹到七號牌正門平民 他媽當場任狼 那你砍個屁人呀還呀 那你砍個屁人呀還呀 兄弟當場任狼了 我的媽呀 可以再玩一百呀 可以再玩一百 這小心理素質也太差了 真的 如果出我七的話 如果出我七的話 輸了 你們背鍋 七還貼臉了 我聽見了 如果出我七的話 你們輸了 你們背鍋 我 他媽 六說認狼 沒認了 我說認狼 沒認了 八妹說認狼 他認狼了 請看牌 最後玩一把 晚上玩那個視頻 你去知道 天黑 請閉眼 兄弟們 狼人在這邊 把六七八九 出誰 誒 五號牌你剛才說什麼 你們殺坎 你們殺坎 我們殺 我們殺人 我們殺是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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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把寶寶號給殺了 這把寶寶號給殺了 別別別別別別 別殺他 別殺人家 好不容易一起玩 好不容易一起玩 這個D 看到六吧 讓他有頭像塊 誰讓他買頭像塊呢 一把沒贏了今天啊 一把沒贏了 把把沒躺腿啊 天亮了 天亮了 能聊的 看了一眼 這個 常人家頭像 好像 還都挺花的 感覺 這個二三六九 還有頭像框 感覺很高級 其他的沒啥 聽後製被冤家發言唄 然後去站個邊啥的 自己不也有嗎 跟其他外組發言 然後去投一個 你們發言吧 我過了 四號牌發言 四號一張好人牌 第二個發言也沒啥 說的 原家正常其特性 過了 四號牌 你是不是有點心虛啊 就剛才這五號牌 這不是埋在你的嗎 他說這個二三六 什麼 九高級 那不就是變相說 你不高級嗎 你這要底牌是個好人牌 你一聽這話 你不得高低 反擊幾句啊 這怎麼匆匆忙忙的就過了呢 你四號牌是不是有點不好啊 我就聽出來四號牌有點不好了 因為我感覺他的心有點虛 別再沒什麼了 我過了 二號玩家發言 所對玩是平安夜女 用了解藥 第一天是預言家的輪詞 預言家正常發言吧 五號牌在這個位置沒有起跳 沒有給依依一個定義 身份上暫時是可以認個好 這張三號牌是一張 很有趣的牌 是吧 這張四號牌是一張受到比較欺負的牌 正常的人的心裡 我都會覺得有點偏向性 比較同情他們 結果你這樣三號牌 反而還要踩人家這四號 這是不是有點太殘忍了 感覺你就是屬於那種 叫什麼去死去死團 是嗎 看到一對情侶走過去 一定要讓他們猜散的那種感覺 是這麼回事嗎 三號 你要這樣說 那三號 你是個騙子啊 你看你的頭像 這麼漂亮的小姐姐 結果一個中年老男人 跑出來跟我說話 瞬間你這個好感度 就下降了百分之八十 你看我是騙子嗎 老子叫他們隔壁李大哥 前面發言是什麼 發的什麼呀 什麼高級了 要反駁他了 什麼 看見情理 治癒度了 這是玩遊戲還是玩啥呀 今天 你不死 我死 一小半天啊 腦子跟不上 剛剛 是個平安夜 平安夜說明女巫救人了 然後 後面的預言家 可以 起跳一下 然後還有 女巫也可以說一下 你救的誰 然後就跟著你 跟著預言家投票 完了 哼 他居然讓我死 大根更加無語了 好吧 對對我覺得1號牌在我這裡就是這張聽沙牌 好吧 1號牌在我這裡就是這張聽沙牌 9號體牌一張好門牌 好吧 不是預言家 對對 5號牌你頭像更加好看呀 對不對 全場鏡你頭像好看 還反水怪 對吧 9號體牌一張好 好吧 願家應該坐在678里面 過了 聽願家宴來 我8號牌不是願家 我是一張出名牌 我覺得 我覺得如果說願家是6號牌 7號牌如果是那好人牌的話 你6號牌就別跳了 對吧 有旅遊的話你們倆 可以跳一個 要是你們倆一個女巫一個願家 就更好了 旅遊跳願家別跳就行了 對吧 我覺得9號牌的話 在我這裡目前聽人發言的話 我覺得他身份最好 為啥 因為 6號牌要是個預言家 給9號牌一個精髓 今天是不是就可以 可以這個把 我讓你裝什麼 阿祖國 你是不是裝不念祖國 你是不是裝不念祖國 阿祖國 外面都是警察 對吧 但是他們又這樣做 我覺得9號牌 你投降嘛 還比較好 而且他如果說後置位有狼的話 他覺得我覺得要保一手狼都有 是吧 因為我7、8號 7、8號好人牌的話 或者6、8號好人牌的話 收手吧阿祖國 他這個狼會很容易被丟到查殺 所以我就6、7、8、9 感覺 2號晚上死 白天死吧 晚上死 好吧 然後我說一下吧 竟然到我這個位置沒能跳 那6號預言家好吧 6號預言家的情況下 我能不能去盤一下左這位開散了那個局 好不好 對吧 你這麽挺聰明啊 那6號現在的9號沒跳 那生活一個好的人情況下 那6號跳出來 肯定是給9號一個生活建議啊 你小聰明啊 那不用說的好吧 就6、9的那個 6、9的 就到這種格局的話 胡勝國 你有點東西胡勝國呀 8號發言也不錯 好吧 我也不猜8號好吧 這邊我感覺到 你6、9認為好的的話 15就不能放了 好吧 15不能放 對不對 1號這個發言好吧 沒 是沒 沒接到什麼地很開心還是幹嘛 6號你就 好 帶隊吧 這個9是個好人 醃的這個9金水 其實5號第一個發言的時候 我就想這局可能要涼了 因為有人跟我堆跳 而且我在這個位置 萬一你7、8裡邊有狼給我發個殺 我就直接原地一起跳了 但7、8都沒跳 我如果不跳的話 我估計狼人也會抿出來 我的這個身份 就該跳就跳吧 就是這個9是個好人 然後 7、8的話 我覺得 7、8 我左邊我都沒聽 那個沒太聽就是發言 從那個先從邊角15處也可以 15或者是7、8 我覺得邊角15的話 按照那個邏輯來說 可能1要比5的狼面 可能要多一些 就是按照位置來說 因為5號如果他在那個位置是狼 他應該要起跳的 萬一說1號是預言的 驗到他怎麼辦 所以說5 5號排他沒有跳 可以扔個好啊 這個1號的話 2、3、4、5都發完言了 幾乎不會給這個1身份定義了 我是這麼想的 7、8 投誰啊 我這麼投1 我投7會不會有點暴露了 我投7啊 我投4他 0 0 1 1 2 2 2 4 5 2 3 6号小给给啊 感觉不是很暴露吧 还有二还头把了呢 天黑请闭眼 美女子呢 我可要砍人呢 天亮了 你唱着我他妈 不会骑是个女巫啊 玩个狗白 我在这玩小 第一天晚上救了6号 昨天晚上把3号给读了 看3号不顺呀 过来了 昨天我想投张1号拍的 因为我就发现没那么好 但是没点上 真是没点上 是真没点上 然后就没投票 然后我看了那个票型是 6 7和9 投的是1 就是因为6是那个预言家嘛 而且4号刚刚好像说他是饮水 然后9号是6号说的金水 这样7号牌不知道是 因为我自己选好 1号牌有可能是那个狼 我嘴欠还能死吗 但我觉得8号牌可能 没那么好 因为他说 他第一天说 9号玩家你是个好人 6 7里一个女巫 一个预言家 那你认为 又是位是不开朗吗 我觉得8号玩家 这个位置去保6 7 没什么道理的 他可以保9 但是6 7没有去发现 不能去说 你就一个预言 一个女巫牌 感觉没什么道理的 但是我也不能确定 这是我的一个小疑点 然后 这嘴欠也不行 因为我觉得我可能 要在康备 我觉得这个 因为4是女巫 他跳了个女巫牌 我不是女巫牌 这个2的发言 我说我这怎么充电器 充正老半天 没有充上电的 我这充电器 这边插什么 这边没插 感觉被欺负了 然后4号把天天就翻身 翻身做了主人 然后把这个3 读的是吗 我觉得能说过去吧 能说得过去 2号牌 因为现在我觉得 1有可能是那个狼 我觉得8 他不是很好 所以说还有一张牌 不知道是2 我觉得2 3可能开一个 水逆 这两天都水逆 这个礼拜都水逆 我觉得可能是这样子 这是我想的 我这个礼拜 不知道这个3的倒牌 是个什么身份 所以说不能太去打 其他的没什么想做牌 我觉得这应该比较简单的 因为9号牌是那个 就是金水嘛 就是1比2 在难度 这是那个女巫牌了 所以说外这边牌去 不一定啊 哎我哎我给你们 咱们家们开个盘 我赌这把能赢 再听一轮发言吧 我先说我自己吧 我市场平民牌 我赌这把能赢 我告诉你 5号小姐姐现在在场上 那可就是唯一的小姐姐了 她凭她这个 发言去投一个 充满磁性的声音 我觉得是相当具有吸引力的 来了很多 但是我很多没听懂 好吧 她6号昨天为什么说 呃 说我7 8能绽放 对不对 我7 8要是拿个难能牌 还不跳起来 给她6号一个杀吗 就她最后一个位置 就她最后一个位置 她直接原地起跳的 一张难能牌啊 就是我丢个杀给她 她也是原地起跳的 一张难能牌 对吧 你想一下嘛 对吧 我的7号的牌 能不能做好一张牌 那1号 她1号那个位置 她出去之后 表水都没表 你还是还去盘她 为什么不敢给 贝贝是个狼牌 因为你马上 他就是在我 在视角里面 他就是定狼牌 好吧 然后 4号女巫 9号精髓 你不敢 9号精髓 生分最高 好吧 6银水 生分最高 昨天停下二八发言 停下二八发言 好吧 谢谢追高 Tting开动的见识 是我的8号牌 对吧 9号牌一张精髓 7号牌 狼人牌 必给6号牌 叉叉叉叉叉牌 他不给7号 这个边好人面 比我8号高 对吧 按照你们的位置学 我8号必定 但是我不信位置学 我8号是个好人牌 我上一个我就说了 6 7 8 9 大概那4个好人 9号牌 实际上狼人牌的话 他肯定会起跳的 因为很容易丢中一个 那个 谢谢 而且他后之位 如果有狼的话 他9号牌 也必定起跳 保护到狼都有 因为后之位 开孕炎家 孕炎家 那身边的人 概率很大 是吧 所以说 我说6 7 8 9 3个好人 对吧 你应该像2号牌一样 上面的人直接投我8号牌 你5 2号牌 如果是上狼人牌 你就应该打死我 对吧 但是这一轮不是 你5 2号牌的轮次 是我 是我8号牌 跟2号牌的轮次 对吧 新8出2 新2出8 反正我认为 你要准备中考 你要准备中考 你准备中考 对吧 我平民也可以保定 但是我对人 先归2号 还有一个礼拜吗 排出牌 没结束 再归5号 那你一定要 那个好好辅导 那些学生好好考 让他们 争取带出来一批 我平为一的发言 我就说12 有点像是听沙巴吧 我直接说12是听沙巴 所以沙巴我就直接 出牌是这样一 对吧 7 8的发言 我还没看 但是我觉得5号牌 我想产阶上5号牌 对不对 如果左之位开多了的话 你5号牌是进狼空的一张牌 不是不习班老师 如果右之位不开狼的话 你5号牌是进狼空的一张牌 不是不习班老师 你不是不习班老师 准备 然后我还得开一些 的学生 好吧 但是我不相信 所以右之位不开狼的话 对不对 不管这是位置学 对吧 刀可在第一晚 刀可在这张6号牌 18岁的不习班老师 是行了吧 对 刀可在这种一种好牌 但左之位还是得开多了 的牌群 好吧 有点懵 我想听一下二号牌发言 这有没有应该是二号牌的名次 对不起 二号牌的名次 女巫真的任性 好吧 女巫真的任性 有多就是任性 好吧 这把狼人书跟谁有关系 我觉得你们这把狼人书跟谁有关系 是不是一个一号牌发言菜比 对不起 单票挂的这张吧 为什么单票挂这张吧 基于一个理由 这张八听到的发言 以及逻辑 他说了 这张六 没有吃到茶沙 所以他认七八九是好人 你既然知道这个最基础的逻辑 请问为什么在第一天 不需要也不用你拍身份的时候 起身就说自己是一张平命牌呢 你会玩 你不会不知道 第一天拍身份 你又没进康退位 拍身份就是在给狼人指导 请问这种不好的事情 你为什么要做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七号跟八号两张牌 是两张 从头到尾 都没有底液的两张牌 在最后这张六号牌 起跳了一张预言家 在九号发了精髓的前提下 八号依然说 七号你是个好人 七号也说 八号没问题 你是个好人 他们俩之间 包括他的票 最后都没有挂到一起 那你告诉我 七八 你们俩不是在互动吗 七号牌今天起身 也依然没有死采这张八 但凡你看清自己身份底牌 又只为四张牌 你就这么信吗 所以我觉得七八 有双狼的可能性 今天可以出八 兄弟没毛病啊 这个七八都不像什么好人 兄弟 把八投死 砍一刀九 再扛退一个七 七八都投在二审上了 这个七八绑票了 只要这个五晚上 别砍七就有机会 你们这三十二万 都要数啊 现在的意思就是说 二五绑票 七八绑票了 对吧 因为九号牌一个积水 我都说了 七号牌为啥我认 因为七号牌 如果是男人牌的话 必给你号牌一张叉叉叉牌 六号牌这个预言家 就是圆地其他 就一张男人牌了 我没宠了 我不宠了 所以说 基于这个 我认七号牌 是个好人牌 对吧 你五号牌敢打我 又不敢打我 什么样子 七八连体打我 是吧 我认为你二五 我就是娘皮囊 说实话 就是你们不能因为我的 那么位置学的什么的 我不相信 反正 我八号牌是你上出名牌 还有你说的什么指刀 出名牌 我说我上出名牌 就知道吗 如果我如果不报身份 我还能够强保七八九号牌 那是不是说明 我更是一张神牌 是不是 那也不也是跟男人指刀吗 对吧 我是出名牌 我就说我是出名牌 我也不怕抗龙推 是吧 我觉得就是一二五 三皮囊 砍九五兄弟 我是砍四 砍四 天黑 请闭眼 砍四兄弟 不是砍四的妹妹 砍四 你们觉得我有机会吗 应该有机会吧 天 我那老听他们说什么PTSD PTSD是啥意思啊 PTSD 你是最后那笔狼吗 对话这张九号牌 如果二五是双狼 那我们现在是不是绑票了 七八你们为什么没起跳 因为很简单 这张女巫牌是不是收了 第一天是这张六号牌 这张六号牌是一张饮水牌 那就说他吃刀 在他吃刀的环境下 七号在最后一个位置 说这张六是一张茶沙 那你觉得可信度有多高呢 我关注的点是因为七号你整场整场 都是跟八站在一边 如果我是要把你五七里面开一张狼 至少这张五 他的票行 没有挂在我二头上 对吗 那七你是不是最后那匹狼 好复杂 有点看不懂 七八刚才你们的票行 也是挂在我头上 且女巫说了第一天六号 是吃到一张饮水 那你七八敢起跳 给这张六发一张茶沙吗 可以的 女巫会是不是信你们呢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七八你们共编 你要说我二五共编 没问题 小姐姐我们牵手走吧 你们牵手走吧 我 猎人出来好吧 你奥牌对不对 七八确实很幼稚卫确实很和谐 好吧 真的是很 对对 但是比我把这刀口的话 对不对 七八这个位置给比方牌 将军身份定位 对对 确实是大 力度确实是大 我觉得听门大眼好吧 我肯定会偷偷玩这一票 好吧 嗯 如果二五绑碳的话没办法 对对 二五绑碳的话 肯定会偷偷玩 所以 肯定还有一票 肯定还有一票 好吧 我先听一下 学我的牌 我 我没绑票 是吧 七号这么一张枪牌 好不好 啊 好不好 最后一张枪牌 对吧 我怕男人牌 好吧 就八号那个发言 我不知道 你们为什么认不下来 好不好 对吧 我左自卫开刹那个 比那三号吃毒的一张牌 有可能是不对的一张牌 知道吧 妹妹跳枪 二号跟我聊的 就你二号跟我把七八盘进南坑 我我 就你二号这张牌 我有点认不下好不好 但是五号这张牌 有点抓闷的牌 好吧 就五号如果表水比你二号好 我就出你这张牌 如果五号表水不行 好吧 就出你这张牌 出你这张牌 好吧 就这么聊 你们没绑票 就这么聊 过了 妹妹你跳个枪 这本身上二的 我是一张平民牌 就是你说这个二五绑票 是不存在的 因为我自己是好人牌 这个昨天出八的原因是 因为我觉得二盘聊的是 那个点 我昨天觉得还挺对的 他说七八没有护胆 我觉得确实是在那个轮次 七八一直是八保七七保八的一个关系 我也没懂 为什么 不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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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是很有道理的 我就投了这样 八 然后当时我觉得二号牌 发现挺像个枪的 我觉得二号牌 就是那个枪牌 今天七号玩家给我跳了个枪 我不知道 因为我上平民牌 我不是枪牌 因为我要是朗末 这个一定会跳枪 但是我确实是什么 不一定的 我不是枪牌 那 那可能是二号牌 是最后那个 靠好听的声音 来取胜吧 因为二号牌 你没有跳枪 最后这个轮次 我觉得你是枪就跳 所以说尊重的轮次来讲 只能处这样 你要是枪 要是输了 也不能怪我 因为你没跳 好吧 然后只能投你 因为我自己是平民牌 我也不用跟你调水吧 因为我一定是上号 民牌 好吧 因为没有延时卡 只能是聊得这么多 我觉得可能会出二吧 我过了 牵手失败 跟陈总 对 嗯 哎 人间 每天都 过 本首快乐 祝你快乐 你可以 找到 更好的 无相过动 眼睁 沉重 就悲剧热带的岛屿游泳 奔受快乐 是吧 游戏结束了吗 没有结束 原来这张5号小姐姐 是最后一张狼人牌 那不是很难受 相当难受 是不是 张无忌他妈果然说的没错 越会聊天的女孩子 就越不是好孩子 输了 我问问你们我牛逼吗 天黑 我是不是感觉能赢 哎 怎么怎么样 我是不是感觉能赢 我当时说能赢 是不是没有人信 没有人信我吧 赢没赢最后的结局 天亮了 没有软饭快乐 游戏结束 狼人获胜 哎呀 哎呀 哈哈哈哈 哎呀 不是 这病能不能出软饭 是当我听完 这个整个场上的发言 然后经过我 我诊秘的逻辑 分析 和 谨慎的思考 以后 得出来的 结果 是我觉得能赢 懂吗 懂吗 这局 本来狼人能赢的更快 但是就是因为这个一号白发言不好 第一天在轮次里面出局了 造成了后面 五号小姐姐 承担了过大的压力 及早的 孤狼战斗 所以说 一号牌 应该对 五号小姐姐 说一声对不起 我 我怎么了 我三号牌 全程 有谁打死我 四张狼人牌了 是谁 全程 有一个人说 要今天归我了吗 没有吧 但凡有一个人说 要归三出局 这局你们都可以说 我发挥的不好 有吗 我身份藏的不行吗 四号牌 也从来没要归我出局 四号牌 赌我也是因为说 看我不顺眼 并不是说 因为我发言不好 懂吗 什么意思 什么五号小姐姐 也是粉丝 你发誓 你会活得有笑容 真假的 五号楼粉丝吗 哈哈哈哈 你好啊 等会儿啊 你让鸡鸣狗拿可怜 我早就知道他是我的粉丝 我早就知道 所以说因为他是我的粉丝 我对他的狼人杀实力足够信任 我才能开这么一个中斗 为什么我之前没开过中斗 就这把开着中斗 那不就是因为我知道 那这个人一定是在我直播间 学了不少狼人杀的知识 他有能力去承担这么一局狼队的重任 所以说我才开了这么个盘 割了一杯斗 你们懂吧 我二小姐配合听话啊 这么的吧 你也不用太感谢我 我替你扛了瓶子读 一会儿某把书不过分吧 又是我不说这个话呢 四是不是有可能读五了呀 五号牌起手就说四号牌没有头像框啊 那有没有可能我要读四要读五啊 那我这么一整 是不是我把那个毒吃了呀 吃了个大毒这儿 那我叫一本魔法书我过分吗 他肯定没在我直播间 他肯定不是什么好妹妹 你们记不记得说那个 就就就给我造谣骗我 说的是我粉丝 他是我粉丝 这跟我玩了一局老是杀 我带他赢了一局 他不给我刷米话说 不存在的我不信 刚才那个五二肯定不落分子 谢谢辣辣的魔法书 不会是你吧 不可能 你不是中考的吗 感觉今天可能要玩不了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什么了 那个中年时间模拟期了 嗓子不行了有点 两天得稍微缓缓嗓子 后天录节目了 然后说一下啊 明天是在家直播最后一天 咱们聊两句吧 明天是在家直播最后一天 然后明天也是玩玩九成局 然后今天抱歉的点 也是我今天播的点晚了 七点四十才开播 我是因为 那个 太困了 然后明天 早点播 七点开播 然后差不多也播到个十点多钟 今天的话能 能玩一玩那个时间模拟期 哎呦 我明天可以玩这个模拟老大爷 谢谢刘道德今天跳绳了吗 牛逼啊 然后这个后天我就休息一天了 我后天休息是因为我要准备一些 去上海的东西什么的乱七八糟的 然后大后天到上海了以后 晚上带着你们看那个竞争大日赛 行吧 大后天晚上带着你们看竞争大日赛 谢谢以客的一三一四 谢谢踏实费时的模拟乱书 模拟老大爷 这名一听我都感觉有点好玩啊 我看看明天可以玩一玩这个模拟老大爷 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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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见了明天见了 谢谢白又见的 是白又见了 别读错了 谢谢你的告白的妈 谢谢杨杨的告白气球 谢谢杨杨 完了 你们也早点休息 明天见了 拜拜 好了我不喝了 我不喝了